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留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你會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另外亦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今次我們帶大家回到珠海斗門八招這一邊 一個劈價都相當深的項目 樓盤名叫做紅基岸子丁蘭 到底這個盤有多深呢 如果計算它早兩個月三個月的時候開盤的價錢 大概15000元,個別有些接近16000元左右 而現在如果根據它特價單位上面所顯示 最便宜的單位當然是低層 大概是1060,000元,面積88平方米 所以算單價12000多元左右 而它這個12000多元是12000多元 而不是12800多元,而是12900多元 再加上整個項目是沒有額外的費用需要買家去支付 所以它這次劈下來其實是超過了兩成的 所以可以說是整個珠海斗門近來有機會劈得最深的項目 當然不可以拿之前曾經是超級大劈價的恆大的賓光 左岸去比 但若然我是說它由開盤去到現在 劈得相對比較深應該是沒有人反對的 這個盤之前開盤其實你有留意的話是賣一、二棟的 而目前它是主推特價單位集中在第五棟 這次我們一樣,既然是一些趕著通知你的特價盤 是沒有特別去到現場再拍攝的 所以我們是拿回舊素材 更新資訊去通知你 另外在特價的單位裡面 正如現在大家在圖中所見 很多都是88平方米 這款護益其實是沒有開過任何示威 要去到11月底才有機會開示威 大家可以期待著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它有一個微信的軟件 是可以看到這款護益的構想圖 所以稍後我們在看完正式的兩款示範單位之後 亦都會播放這款88平方米的軟件示範單位 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OK,現在跟大家介紹我們這個洪基岸指町蘭這個項目 這個小區的話,整個佔地是去到42畝 我們這個小區就由八棟樓來組成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前面的一排 一到四棟我們是17層高的 都一個低密度的小高層來的 現在五到八棟後面的一排是26層的 我們這邊現在的設計都是一梯兩戶 神版樓的設計 所有的戶型羊枱我們都是朝南的 整個小區來看看 小區的話它主要分三個七入口 我們從這個主入口進去之後 就是我們人行的了 這個小區是人車分流的 主要來說到時車行的話 就在我們這個小區的左手邊進去 要一圈之後在我們的右手邊回來 小區主要分三個七入口 另外的話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前面的一排會有三千平方的 一個臨街商鋪來的 到時我們洪基這邊都會採用自己的物業 物業因為我們現在定制是 我們一個連華系列的產品 到時連華系列它會包含 有自己的一個服務配套 包括我們現在在中山有個項目叫做 金色連華 它現在配套 我的商鋪屬於我們支持 到時我們會引入我們一些 連華的餐廳 連華的藥房 包括超市 還有一些連華洗車和洗衣服務 我們所有的連華系列產品 證明我們現在目前洪基 做一個高端的產品系列 那現在我想問一下 整個佈局的設計其實相當簡單不複雜 前排就是一二三四棟 後排就是五六七八棟 所有兩邊它叫做分了一二期 現時主推就是五棟的產品 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整個項目裡面的動數 都是用辦樓的方式去設計 所以在中間的護形 我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了 會有一個連廊在這裡 同時間部分中間的護形 在私隱道方面可能會受到連絡影響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款 之前去參觀過的 95平方米 三房兩位的示範單位 現在大家來看看 95方米 一個三房兩廳兩位的示範單位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這個是95平方 三房兩廳兩位 南不對樓 現在看看整個客廳 現在這個會比74要大一點 客廳開間是去到三米八的 三米八的客廳 如果你說坐在家裡 或坐在沙發裡面 這個距離會比較舒服一點 基本上我們說膠標也是一樣的 基本上現在這個 如果這個陽台的話 它的位置會比較大一點 會比較大一點 同時這個就是做回儲物櫃 和洗衣櫃 那這個就是預留的洗衣櫃 是的 這個基本上來講 做現在我們這個 滾筒的洗衣櫃 滾筒的洗衣櫃 這個大概有幾幅 是夠的位置 是夠的位置 好 那這邊就看看餐廳 餐廳和廚房 到時候我們這個餐廳的位置 基本上可以放到桌桌 基本上這個位置 現在來講 就是我們這個 南不對樓的位置 打開窗就可以 另外的話 我們這邊 都會預留一個花池 這個花池 就是一個外面的外立面 如果業主的話 自己想種花都沒有問題 是的 就會比較好一點 嗯 就可以放些花出去 對 可以放些花出去 是的 好 看看這個 這個廚房 廚房的話 採乾都會比較好 因為它這邊 都會有兩塊玻璃 兩個窗 會比較大 基本上 三件套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老闆 出油煙機 煤氣爐 還有一個消毒碗櫃 到時候這個位置 就是放你的 那些 垃垃雜的東西 垃垃雜的東西 嗯 哦 它下面也有預留這個 那個插座位 是的 預留你到時候可以放一個 淨水器 或者電動的東西 是的 然後這裡就是 預留的一個 熱水器 是的 沒錯 那這個是不是到時候 要自己去鑽孔 是不是 到時候如果你說裝 這個很簡單 到時候可以 旁邊的人都可以幫你裝 是的 它帶來的工具過來很快 嗯 OK 嗯 然後後面這裡就有一個冰箱的位置 是的 越來一個冰箱的位置 越來一個冰箱的位置 到時候會有一個推拉門 一樣會有一個推拉門 嗯 嗯 然後這裡是一間耳筒房 不過現在司徒師公開了 大概看到 是放了一張咪二床的 嗯 咪二床 然後床頭櫃 包括衣櫃的空間來說 都是OK的 嗯 嗯 這邊就是一個客位 嗯 客位就 我們這邊 你現在屬於看到的 就是交流標準 除了這個呢 除了這些帽子之外 它到時候 這裡也會有一個帶的飄窗 啊 就會比較舒服 其實很多客戶 都會比較喜歡這個飄窗的位置 增加一個儲物空間 是的 嗯 這裡是有一間書房 嗯 這間書房 你可以做書房 做客房都OK 這間 如果你說 公開那間可以做客房 這間可以做兒童房 可以做兒童房 可以做兒童房 到時候呢 這個兒童房這個位置 這個窗呢 就看回小區的圓林 嗯 看回小區圓林 因為這邊是向北的 我們公開那邊 所謂的客廳和主人房 就向南 所謂南不對樓 這個房 哦 這個就是主人房 這個就是主人房 哦 主人房可以做到一個 小小的鋪入式衣帽間 是啊 主人房外呢 我們是設計到一個衣帽間 是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應該不是交標 這個就不是交標 到時候呢 你自己可以做一個設計 是啊 是啊 看一下先 它的盡心都有60公分左右 OK 夠用的 這個 這個就跟客位一樣的交標 都是大到飄窗圍 乾濕分離 然後所有的衣帽 這些都是用的 是科樂的品牌 是科樂的品牌 這個三房的話呢 它的總價大概有多少呢 現在其實好像95平方 這個三房的總價呢 大概去到140萬左右 140萬左右 是啊 140萬 你首期的話三成 大概就42萬 40萬到42萬之間的區間 是啊 嗯 好 現在呢有部分的發展商 就會採用這一種微紗盤 一個軟件式的設計 可以讓你在手機裡面 都盡可能了解這個盤 更多的資訊 來到這個部分呢 不知道為什麼它顯示不到 五六棟出來的 我就用另外一些方式截圖給大家看 透過這個展示呢 大家可以知道不同的單位呢 是分佈是角動的哪一個位置 那由於今次的特價呢 88平方米是比較多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88平方米呢 正正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在板樓的中間位置 相對呢 是會望到連廊 還有在部分的設計上呢 私隱會差一點的 那這隻積呢 就是88至89平方米的 三房一位的間隔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平面圖 好了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一款呢 就是88平方米的模擬示範單位 那當然呢 它是用電腦做出來的一個3D效果 就跟真正進入去的示範單位看 是有不同的 但是呢 我們在目前它的示範單位 還未可以開放之前呢 看著這個電腦版本先 這次我呢 明顯地採光就不足了 窗子開得比較小的 不過呢 都可以 三邊落到床之餘呢 放到一個大衣櫃有餘 當然啦 現在它是用電腦繪圖的方式呢 你很難知道實際進去 你放了一些兒童床 家具電器等等之後 是不是真的這樣的空間 這樣呈現出來的 所以呢 目前這個狀態呢 只能作為參考 洗手間方面呢 它是 企缸和馬桶位 以及那個洗手盆位呢 是分開的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主人房 留意一下 這一款88平方米的呢 是沒有套房的 大致上呢 就是這樣啦 若然真的很想看它 88方和99方 這兩款狐形的新示範單位呢 最快要等到11月尾了 現在呢 我們聽完這個發展商 熊基的一個介紹 以及在區位方面 到底這個地段有什麼優勢 OK 那大家 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熊基地產 熊基地產 熊基地產 是區別於 我們的新熊基 新地 我們是老熊基 我們是1950年 起源於深圳的 經歷過70多年的發展 我們現在已經成為 年銷售額超百億 擁有超過500億的 土地貨值儲備的 大型地產綜合 開發商的 我們呢 從2009年開始佈局全國 目前已經在二十幾個城市 擁有我們的項目 我們經過七十幾年的發展 我們都將我們的業務板塊 發展為有四個 首先就是我們的住宅開發 和我們寫字流的開發 和我們物業管理 和資產管理 我們發展了三大產品 首先是山水系 連華系 和海灣系 我們寫字天蘭 屬於一個連華系 主要是打造一些 光衰配套 純屬配套的高尚人居 代表作有中山的金色連華 我們山水系 有山水資源 我們要結合 我們在中山的板符 也有山水印象的項目 海灣系 就是我們海邊的旅遊度假區的項目 在我們的惠州和海南 也是我們相應的項目 我們的品牌 也是屢獲榮耀的 我們在2016年到2020年 都分別獲獎無數下 一些金頂獎 金牛獎 和廣東省建設工程優質結構獎 都是我們社會對我們企業的認可 我們鴻基物業 也是一個雙一級的物業 比其他多一個級別 比其他一些開發商的物業 多一個一級 我們這個物業 除了服侍我們的商業寫字樓 之外 還有我們的政府服務 還有我們的海邊旅遊度假區 我們的高檔住宅方面 我們在我們中山的金色連華 引入了大德良行的一個服務顧問 我們是強強聯手為我們的住宅 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 我們項目的一個交通 是非常之便利的 大概我們整個路線 就是五橫五中 一機場一輕軌一高鐵 五橫五中 這些都是一些高速的情況 主要是我們門口會有一條白礁大道 這條白礁大道是連通我們一些高速 和一些城市快速路 讓我們在五分鐘之內 可以上到高速 五分鐘之內 我們可以去到一些比較重要的交通配套 包括我們這個城軌的斗門站 講回我們的輕軌 就有一條叫 叫 廣佛江珠的城軌 就是我們這條輕軌 我們高鐵也是有的 高鐵會在 這個鶴洲的地方 鶴洲的地方屬於白礁 由鶴洲北 鶴洲北出發 一度向北延伸 到我們的一個江門 兆慶 這條高鐵就叫 珠江兆高鐵 珠江兆高鐵 也會在今年內共工 機場方面就是我們的珠海機場 大家非常之熟悉 最近香港機場的公司 入股了珠海機場 未來也會打造為一個國際級的機場 OK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我們這邊 岸子青蘭的區域的情況下 首先這個橙色的方框 就看到我們是屬於西部中心城區的 白礁片區的區域 我們這邊這個圈圈就是我們 15分鐘範圍內的一個生活圈 首先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的一個生活圈非常之完善 我們這邊都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整個白礁新城 我們這個板塊和西部中心城區 在珠海這邊的一個區域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 我們都要提提我們粵廣澳大灣區 我們珠海市 珠海市是粵廣澳大灣區的一個重要的城市 我們在交通上我們是門戶書樓 門戶書樓 在政治上我們是一個叫西部區域的一個核心城市 西部區域就是說白一點就是中山方門珠海 我們就是珠海就是龍頭 包括在產業帶方面 產業帶方面 廣澳大灣區在珠江西岸的產業帶 就叫做先進裝備製造業的產業帶 我們珠海市這裡是龍頭城市 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通車 珠海市成為全國唯一陸橋相連澳門香港的一個城市 我們未來的發展趨勢 也是無可限量的 由港珠澳大橋通車 建造到通車的一個階段 珠海主城區的房價 很明顯是由兩萬元升到四五萬元 尤其是我們橫琴 那個房價也會去到五六萬元 我們橫琴未來在金融島 會有我們全國的第四個證券交易所 就是我們的澳交所 當現在是一個初創的階段 我們的房價已經去到五六萬 相信香港的朋友都非常熟悉 我們香港的一個金融的一個支柱省業 會令到我們香港的房價去到這麼高 在未來我們橫琴一個升值空間 也是無可限量的 由我們這個板塊去到橫琴 整個時間會非常短 因為我們會隨著我們一個 香海大橋的一個通車 珠海大橋現在已經通車了 會非常繁忙的 也有紅鶴大橋和金海大橋 我們珠海的四條大橋 以後的通車我們的東西兩區會相連接 我們這邊西部中心城區 是整個珠海的價值蛙地 所以買珠海首選我們西部中心城區 當然也是首選我們的紅基岸子丁蘭 今集這個紅基岸子丁蘭 大坨價的影片就到這裡 之前我第一次介紹這個樓盤的時候 都有提過 按指丁蘭這四隻字 是出自於宋代的范仲淹的 意思是一些清新的花花草草等等 它們的香氣是分香撲備的 這次這個項目的價錢就進行了一次調整 可以說是大坨價的 不知道這個產品能否吸引到你 若然真的對這個項目感興趣的 歡迎聯絡我們 拿些資料了解一下現時這個特價科 剩下什麼單位呢 今集內容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為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來到我們自家兄弟 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的這一出口出來之後 只需要向彌敦道方向 走到大路之後向左邊 一直走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 就是彌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八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 也是相當之快捷 上到八樓之後 只需要向著801至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 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物業直播展銷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被準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 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 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門店 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